有这么一档综艺,第一期刚出就是长达将近三个小时的内容,而且各种热点讨论更是不断,什么陈凯歌讲戏一针见血,郭敬明反驳李承如,想看郭敬明上奇葩说,还有郭敬明谈校园霸凌,包括明道有点看不起自己了,等等一连串的热搜,而这五个热搜里面四个说的是导演,不禁让人怀疑这哪里是演员请就位,明明是导演请就位吧。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,演员请就位里的各位大排演员,啊不对,各位大排导演。 说起这节目里的四个导演啊,要不就是高精尖,要不就是争议不断,每个人都自带看点,前两年演员的诞生刚播出的时候,就有一种被淹没的呼声,演技类节目的评委应该是演员还是导演,众说纷纭,但是看了这次的演员请就位才知道,导演的调教如此重要。 演员请就位主打的创新元素是导演视角,即观众跟随导演的主体视角,参与前台幕后的各个环节,以此透视整个影视行业生产链条的运作流程。 陈凯歌、李绍红这两位极少在电视镜头上出现的大师级导演,帮节目抓住了第一个关键点,一个罕见的专业性视角,以导演的意志推进了观众对于节目的观看。 演员请就位满足了当下处于不同阶段的演员诉求,对尚未为自己的演技证明的演员来说,他是一次与明导对话的机会。 对跨界转型的演员而言,演员请就位是获得身份认同的重要关卡,对已经被观众熟知的演员来说,演员请就位提供了一种打破固化标签的可能。 比如出道15年一直演男主角的明导,站在舞台上的第一句话竟是,这是今年演的第一场戏。 可是表演来不得半点虚假,这唯一的一场戏,他还输了。 在他和比他小15岁的陈若萱之间选择,导师陈凯歌说,正式的表演明导是好过陈若萱的,但陈若萱在经过指导之后,他的表演有了很大的改变。 于是明导就被打入了待定席,但对于明导自己来说,这件事最大的意义莫过于让他鼓足勇气,重新出发。 除了老演员的加盟,还有一些经典的桥段时刻勾起我们的回味,《仙剑奇侠传》、《海洋天堂》的重新演绎,还有最最经典的《情深深与萌萌》、《还珠格格》。 在《情深深与萌萌》表演中,节目组还请来了寇振海老师客串。 感觉这么多年过去了,寇振海老师依然还是当初的样子,所以他一出场也引发了网友的尖叫。 最新一期还有正版黄阿玛张铁林老师加盟还珠格格,满屏回忆沙。 好了,说了这么多,大家是否立刻开追呢? 小编发现在某Tube上追剧虽然更新快,但广告十分漫长,还总有BGM放不出来,分分钟开启默片模式,非常不爽。 这时候iTalk BBTV就派上用场了,高清正版免费无广告,精彩永不间断。